就我所說的 就是這個悲情牌 這應該是公關揪她的 看看你這邊能不能 看在家裡的身體 不好的面子上 不要繼續爆料 我這邊什麼能做的 你可以跟我說 就是汪小飛 在11點06分 前一分鐘前 傳給我的訊息 大S去年展斷 跟汪小飛十年婚姻 離婚後汪小飛不斷被爆 婚內出軌 狗仔葛思琦 近日又加碼公開 汪小飛未離婚前 跟女性友人在KTV的親密合照 讓汪小飛放話喊要急 隔四期31日出面回應 並公開汪小飛透過第三者 想付遮口費 在我兩個月前 我曾經就收到一個電話 汪小飛的朋友 有透過中間人打架給我 要跟我喬事情 但是我那個時候是直接 很明瞭的拒絕了 因為有關於到一些 我覺得不法的事情 我就沒有想要 然後繼續的跟大家談 那時候他有開口 就是問我說 錢的問題 我跟他說 我不做這種事情 很難化 那最後呢 就是中間人就 自知悟悟了很久 我說你要講什麼 就直接講 他說那是不是 是有公關費的東西 我跟他講說 怎麼叫公關費 你講清楚 他說我們是不是能幫他做一些 正面的宣傳 正面的宣傳費用 我跟他說這東西 我就不收 我也不做這種事情 昨天聽公關講說 他說要跟我道歉 那我說我這種東西不會強求 那公關就說 那他帶他跟我道歉 我說你沒辦法代表王小飛 因為我說過了 他的東西 我已經包容他很久了 我沒有抱 但是今天你想要看 你說我只需烏有 那我就證明給大家看 正極一直都在身上啊 但是 心裡面給我十二個小時 我今天一定會給大家一個交代 那 既然我都說 正面持久對折了 那 張蘭 我最受到消息 張蘭住院 張蘭住院 那自己住院的原因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那我收到的住院的原因的時候 其實是大概 他PO文說 大概是用了違禁藥 就大概那個時間 所以 我 我推測也有可能是氣到了 不知道 昨天晚上的時候 我就覺得很怪 公關很急的說 旺小飛得找我 他晚上說要溝通的時候 卻跟我講說 媽媽住院 那我當然是跟他講說 那你就先照顧媽媽吧 就我所說的 就是這個悲情態 而究竟是什麼原因 讓葛思琦決定要直球對決 他也解釋了 汪小飛去年九月活得非常心裁 就是這五個人 真的都有照片 絕對不是只虛烏有 那 同時 我最近流出來那兩張張燕影 在KTV裡面 跟他摟爆的畫面 也是在九月 那九月還有一個特別的日子 就是我們的大S即將生日 當時有一篇訊息是 其實汪小飛正在隔離 為什麼隔離 因為他要回來幫大S過生日 這件事情是我從報告者那邊 所知道的 那但是他在隔離期間 竟然訊息上面密會了事實上名明 結果這個圖我也不知道 為什麼留到我這邊來 我只是今天告訴大家一個事實是 有人今天在網路上說要對你提告 有人因為大口的詮釋 告訴大家說這叫做騙人的 這假消息 但在私底下卻發這些文章 跟你道歉 跟你求勞 這件事情如果沒有曝光的話 你們都不知道 就在葛思琦出面後 該消息也馬上登上 微博熱搜第一名 看來這次真的會血流成何樂 來吧